黄莲根莖入药 而只有生长五年以上的黄莲 才可真正入药 采挖出的黄莲根莖 剪掉叶饼和须根 仍然被泥土层层包裹 抗黄莲是土家人沿用至今 加工黄莲的古老方式 带着泥土的黄莲被平摊在架子上 烟火通过火道进入抗坑 对黄莲进行烘烤加热 同时用铁线翻动敲打 如果火势太过猛烈 黄莲很容易烤焦 而火力不足 则无法充分蒸发掉水分 很难去除泥土 持续六个小时的过程 是对药工体力耐力的双重考验 办好的黄莲被装入竹笼内 有节奏的劳动耗则声中 黄莲表面的须根 粗皮 尘土应声落下 黄莲终于露出了真容 俊猛的黄莲切片加工后 也即将进入广阔的天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载子 我们下载 订阅 载子 message 订阅 载子